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尤其是 刚刚才教完外尊老的入门 有时真的没有那么巧 Dora就给我个message 她有个朋友有女儿要学外尊老 他弄不成 今天唯有快快速拍多幾個Arduino的應用 最近也有位家長問起 兒子上了中一學編程 但學校就教用方塊的編程 加上就覺得太淺了 其實一般的中學都是由方塊編程開始 因為要照顧大部分的同學 當然如果有些同學 小學已經學到方塊編程 去到中學學一下寫曲 也都沒有雙大雅 怎樣來說都是用文字 比方塊可以做得精細一點 偏偏Arduino就是比其他MCU 用文字編程還能夠發揮他的功用 閒話不說太多 快速拍攝上一次的閃燈電腦 為什麼要拍攝閃燈電腦呢 因為想利用它來改良 教大家另外一些零件 今天教什麼呢 今天就是教這個按鈕 記不記得什麼叫按鈕 按鈕就是按一按會開放手會關的開關 那些零件很討厭 那些零件很討厭 我要想方法怎樣夾平 才能夾到麵包板上 好了 現在把零件夾直了一點 先教大家如何分腳 原來呢 這兩隻零件 這兩隻零件 本身是不倒通的 按下去就會倒通 這樣再不倒通 而對家的腳其實是相連的 即是說這隻和這隻是相連的 這隻和這隻是相連的 好 那又說回麵包板了 原來上一次呢 我就沒有很詳細地告訴大家 麵包板的摺線究竟是怎樣的 原來是這樣的 麵包板呢 這些打動的五個腳位是相連的 即是說這裏見到 A B C D E F G H I J A B C D E 是連的 F G H I J 是連的 每一條都是這樣連的 即是說 如果你插條線在這裏 那其實呢 插條線在這裏呢 兩條線就倒通了 另外一件事 就是正負了 正負很多人搞不清楚 為了讓大家方便 所以很多人會把正負的 正負的 在這裏 放在這裏 將正負的 用紅色線 那整條的正負的 由這裏開始 整條 都會通了 即是不僅是五個通 這些都會通了 通到那裏呢 通到這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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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呢 一塊這麼大的麵包板 就被你斬開兩邊來用 這邊是通了的 如果这边呢,又可以通过 好了,那副极也是一样 这边的正极也是通过的 这边的副极也是通过的,通到中间 现在我们做这个实验 我想把它分为两半 这一部分是闪灯的 这部分是按钮的 那我就用这里来做界线 好,把我们刚才的按钮拆进去 拆在哪个位置好呢 刚才我说过 这两边按钮就会导通 那所以呢,就不可以这样插的 那插你就是硬硬把它导通了 按钮才导通,所以我们这样插 花了九牛耳虎之力 终于放了按钮 那你可以帮它带回来 按钮怎么薄呢 我的做法就是 其中一只脚 其中一只脚 接下来5脚 5脚就在这个位置 5脚就在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 那另外一只脚呢 就要通过一只比较大的电阻 通过一只比较大的电阻 通过一只比较大的电阻 那另外一只比较大的电阻 那另外一条线呢 就把它接下来 接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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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這裡選什麼呢? 選我磚磚磚磚的球棋 三腳 這樣就成事了 所謂成事就是 這一隻第三腳 平時經過了電阻 就落了去腹肌 我們叫Pull Down了 當你按鍵的時候就會怎樣呢? 正極黏了下來 所以D3所得到的就是正極 我們所謂不鑊 不按就是LOW 按就是HIGH 整件事就是這樣 一般來說卡洛斯自己做Arduino的實驗 就不會使用TinkerCat去做模擬 因為我覺得有真東西幹什麼不用 要用假的東西 而且TinkerCat裡面 又不是真的什麼都有 最低限度它不會每一款Arduino都有 但是為了要拍好這個影片 我也嘗試用TinkerCat 將整個線路畫出來 最少線路會比較實物整齊一些 既然線路已經畫好了 就不妨在裡面寫一個編程 編程方面一樣分為 Word Setup和Word Loop兩段 Word Setup裡面呢 就有兩句 第一句呢 大家都見過了 Pin Mode 2 就是Set Output 因為第三腳呢 就是給按鈕用的 而在Word Loop這段主程式裡面呢 就多了一個Yep的條件句 而根據剛剛說呢 按鈕按下的時候 在Arduino的三腳呢 就會得到一個高電位 所以如果第三腳Testal是High呢 就會做以下四句 以下四句話呢 大家是見過的 就是Digital Write 第二腳High 跟著Delay一段時間 跟著Digital Write 第二腳Low Delay一段時間 所以當你按下按鈕的時候呢 燈就會快速地閃 相反如果你放開手呢 就會做Else下面那一句話 那就是閉著眼 LED啦 反覆查個程序都OK 就可以按 開始模擬了 開始模擬之後 我們試下按個按鈕 咦 果然LED快速閃動啊 那就是我們的程序呢 編程是沒有錯誤的 Tinker Cat的模擬呢 就有個好處 如果在這裡試過沒有問題呢 我們可以將整段的編程呢 複製 而去到Arduino程式裡面呢 就再貼上 那就不需要再打多次了 測試程序之前 再一再檢查一下 究竟Port位有沒有設定 還有是不是選對正確的Arduino Uno 最後一步呢 就是按左上角的箭咀 去上載程式啦 剛才我說呢 我平時做事呢 就不會在Tinker Cat那裡模擬的 因為Tinker Cat 也不是所有東西都模擬得到的 但是這次我們 既然在Tinker Cat模擬完 回到實物呢 不成功的機會呢 基本上是等於零的 我們試一下 是不是 話這麼快就講了兩集的Arduino 如果大家都接受這種 實物加上Tinker Cat的介紹方法呢 我們以後介紹其他影片呢 就可以快手一點了 他老師平時上課 可以一論嘴 說話說得很快 所以大家要用點心 今天的按鈕閃燈 到此為止 記得加LIKE加評語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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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